这里就是民间传闻胆子再大 也不敢进去的墓穴之一 武则天的儿子李贤的墓室 据说呢 他是被自己的母亲下令杀害的 你敢不敢跟我进去看一看呢 墓子呀去过好多古墓 但是唐朝帝宫呢 今天还是头一次来 听说这里呢 处处机关重重 宝贝无数 其中有两件文物 被列为永久禁止出窝栈栏 你敢不敢和墓子下去看看呢 胆子大的跟我走 胆小的呀就别看了 走吧 哇塞进来之后感觉这里边也不暖和 今天外边特别冷 进来也还是冷 你看这墙上有一千多年的彩绘 看到了吧 依然清晰可见 有的一半已经腐蚀了 一半还能看见 这些人物形象依然呢 喜喜如生 唐代彩绘的艺术呀真是高超 你看啊 这边有好多画像 他们画的都是什么呢 这里吧 有一个没有头发的人 他到底是谁呢 为什么没有头发呀 到现在为止呀 依然是个慰藉之谜 然后这边呢 好多士兵大臣 咱们不得不看看啊 这边这个士兵呢 戴着帽子 看一下来 这个帽子红色是朱砂的 历经一千多年还没有退下去 然后胡子看到了吧 眼睛 眉毛 都依然清晰可见 所以说呀 这个唐代彩绘呢 到现在为止 一千多年没有褪色 真的是太神奇了 越往后走越精彩 咱们现在继续往里走 哎 这个窗 我看一下啊 里面好多唐三彩 太精致了 有各种动物的造型 他们呀 都是有各种的形态 这可都是唐代的真品 好东西呀 还在下面呢 咱们呢 继续往里走 据说它的关子呀 都是用墨浴来做的 咱们去看看吧 哎 在咏道这里看一下 有个道洞 这个道洞呢 非常神奇 为什么呢 首先 第一 它的位置非常精准 打下来之后 就在咏道里头 您看 不偏不移 那么第二呢 这个道洞很小 这盗墓贼 它是怎么下来的呢 又把东西是怎么搬出去的呢 咱们来讲一讲 但也呀 有人说呢 它不是什么道洞 哪有这么精准呀 它其实呢 就是一个排风的地方 在当时把零件好之后呀 这个地方用来排风的 通到上面之后呢 在上面有个小亭子 而且呢 非常不起眼 把它给隐藏起来 那么有可能 这个盗墓贼呀 是通过这个通风口下来的 其实咱们也不排除 这种可能 你说是吧 咱们再往后走去看一看 看到了吧 以前大概在这个地方呢 专家说有个木门 这个木门呢 当时在这里 只要一推开 里面就会有机关把你杀死 这个机关到底是什么呢 有人说是个弩 有人说是弓箭 但是专家在这里呀 发现了一样东西 就是65公斤重的一个签 大概有六块 干什么用的呢 比如说把签呢 放在这个上面 你一推门 然后这个签呀 往下一掉 就砸中这个弩 弩呢 然后呀 发射出去 所以呢 他属于木道里面的一重机关 都说唐朝以胖为美 还真是 杨贵妃138斤 你看 在张怀太子地宫里边 看到了好多彩绘 你们注意他的脸 这个 再看那个 来 那个 看到了吧 脸特别的大 正前方那个 那为什么这么胖呢 证明了唐朝 他确实是以胖为美 这个脸确实是够胖的 您说是不是呢 从这碗里走 就是张怀太子地宫 哎 这门很矮的 木子一米六 我咱们试试来 毛的腰进来 进来之后呀 这就是他的木道了 再往前走呢 这个地方就是放棺果的地方 大家过来看一下啊 这个呀 就是张怀太子的石棺了 一般古代呢 石棺里面会放棺果 也就是木制的棺材 那么这个木制的棺材呀 现在时间太久远了 它呢 已经不见了 而且石棺依然是清晰可见的 我告诉你啊 这个光果 它可是用这个墨玉雕刻的 很重很重 而且呢 质地非常坚硬 但是呢 它还是没有逃过这个 盗墓贼的毒手 大家过来看啊 这边呢 有一个洞 看见了吧 在洞的边上 有一个人的名字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刻上去的 我感觉这个名字 往古墓这个棺材刻的话 确实不太吉祥 您说是吧 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有一条口子 当时呢 有盗墓贼呀 进入到张怀太子墓里边的时候呢 他把这个墨玉雕的这个石棺盖 给掀了起来 从这个地方就下去了 把里面的所有宝物呢 全部给洗劫一空 就连上面这个屋顶呀 它都没有放过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屋顶呢 它叫穹顶 一般古代帝王的陵墓呀 穹顶上呢 会雕刻日月星辰 这个圆形的里面呢 它有一只鸟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有三只爪子 叫做鸡屋 象征着古代的太阳 而且呢 在它的对面呀 还有个黑点 你看到没有 把它放大呢 那是一棵桂树 下面呀 有一只玉兔在捣耀 象征着古代的月亮 而上面的白色呢 很多白点呢 象征着星辰 所以呀 叫日月星辰 那么张怀太子穹顶上的日月星辰 它是镶下了很多黄金的 所以盗墓贼呢 就站在了这个光果之上 用刀子呀 把那些黄金呢 全部给刮了下来 后来全部带走了 那有人说呀 这个里面的宝物呢 当时搬出来之后 这个光果 它为什么不把它给盖上呢 真的是 一点职业操守都没有 甚至呢 他们还把当时张怀太子 这个尸体呢 给它搬了出来 然后呢 就放到了一边 说当时呢 有一条腿啊 还有一个头都放在了外边 所以当时专家进来的时候呀 这里面是特别的散乱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么大一个墨浴棺材 它当时是怎么搬进来的呢 有没有知道的呀 知道的呀 把这个打在评论区告诉墓子 这里边呀 有点凉 咱们还是赶紧出去吧 关注墓子 下个视频继续带您探新古墓 这里就是世界上最高的墓塔 也是世界三大骑塔之首的硬线木塔 神奇的是整座塔身 没有使用一颗钉子 居然能屹立近千年不倒 难怪建筑专家梁思成不远万里 坐火车来到大同 再大旅车 不吃辛苦 都要来看上一眼 当他看到木塔的时候呢 连连拍手叫绝 马上给妻子林慧英呀 就写了一封信 说道 我看到刺塔最大的遗憾是 可惜呢 你没能在我的身边 和我共享此眼福 如果你在我的身边 我真的是难以想象 你能佩服到集体投地 那么古人是用了什么方法 能让一座脆弱的木塔 无惧数次的地震 雷击 水冲 还有火烧 而依然矗立千年的呢 观众墓子 今天呀 就带大家走进硬线木塔 去揭开这座千年古塔的神奇之处 走吧 硬线木塔始建于辽青年二年 也就是1056年 距今呢有近千年的历史了 整体高度67.31米 直径是30.27米 在当时算得上是摩天大楼的级别了 您快听 这声音太美妙了 这就是来自千年奇塔 发出来的风夺声音 它的意义就是所愿皆所得 祝福看到此视频的家人 都能够所愿皆所得 我们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 所愿皆所得 那么大家看到的木塔呢 是不是有五层 其实呢 它是有九层的 里面呀 还有四层的暗层 它采用的是明武暗九的设计 千年来 四十余次地震 两百多次 这个枪击炮轰 无数次电闪雷击 强阵不倒 炮击不毁 雷击不焚 堪称中国第一木塔 2016年 应线木塔 被吉尼斯评为世界最高木塔 而震惊世界 万丈高楼平地起 应现木塔的地基呀 极为重要 由粘土和沙石呢 夯住而成 地上地下的部分呢 达到了是六米多深 所以这个木塔 不会因为地基不稳呢 而倒塌 你看吗 周围呀 有三十二根受力柱 分为了三圈 被放置在了柱柱池之上 形成了一张八角形的一个柱网 也就是一个桶套桶的工作原理 这个设计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抵抗了地震波 产生了一个扭曲力 增强了整栋楼的一个稳定性 那么在木制建筑史上呢 开创了仙河 这个巨大的成就之后呀 大部分的建筑呢 都使用了这个工作原理 古人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么整栋楼呀 全部使用的是 红素木的一个木料 重达2600多吨 所有的重量呢 由32根木柱支撑起来 外圈有24根 内圈为8根 所以呢 每根柱子呀 负重达到了80多吨 真的是不敢想象 那么其实呢 这都不算什么 还有更加不可思议的 在当地呀 流传了这样一个说法 说这24根柱子呢 每个时辰呀 轮流上岗 轮流直斑 木塔呢 洞中有径 径中有洞 据说呢 有两根柱子呀 居然在偷来 那咱们赶紧去找找吧 哇塞 这一圈下来真的让木子找到了 您快看 在这个地方看到了吗 还真的有一个空隙 是不是 但这个呀 它根本不是最大的 在这边还有一个空隙更大的 大家赶紧看一下啊 哇塞 这份好大呀 它真的在偷懒 我的手机都能塞进去 看到没有 这么多的柱子 为什么它们在偷懒呢 咱们呀 今天来讲一讲 而且您发现了吗 在柱子的石柱下面 根本没有一个潮就 木柱断面呢 直接平立于石柱之上 这又是一个大难题 它是怎么固定的呢 其实呀 这些承受力的柱子呢 是插在了柱柱石上的 在修建的时候呀 把柱柱石再掏空 木头底部呢 聚成了一根圆形的柱芯 里面呢 留有一定的空间 就跟一只手 转住 一个手呢 抱住拳头一样 在承受到外界的摇晃之时呢 起到了一个 以柔克刚的一个效果 在木制的建筑中 作为蓝本 不管是故宫 那么还是北京的公王府呢 只要是您去到过 任何的古建筑中呢 都能看到这样的设计 您抬头看 上方密密麻麻的斗篝 一共有54组 不同的斗篝 组装在不同的位置 跟312根柱子 层层拼装咬合在了一起 每一层斗篝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相当于许多小型的悬壁 它能够互相调整倾斜 平衡弯曲 这个就是汽车减震器的原理了 来回压缩 就削弱了外力 据说木塔内呢 还藏了一颗壁雷珠 忽悔它千年都没有被雷击垮 当然了 壁雷珠呀 并不存在 那古人是用什么方法 来避免雷电的呢 您看木塔顶部 有一个十多米高的塔煞 全部为金属质地 中心呢 有铁轴插入了李扬家的内部 8根大铁链 紧紧的记住 这种结构呢 是一个散型的壁雷器 如果遇到了雷击之时呢 塔煞和铁锁呀 他们就充当了壁雷针 直接把雷引入地下 这样的设计在古代来说 是相当高的技术了 那有人就会问了 说为什么后来会有 同样的木质建筑 会被雷击而焚呢 木子想啊 可能是他们的学艺不经吧 这些木质建筑 除了怕雷 最怕的莫过于 潮湿和蛇虫鼠蚁了 虽然红松木 它有防虫的作用 那也不能历经千年对吧 这个呢 就要说到大自然的神奇 和古人的智慧了 您看到没有 在天上飞的这些呢 叫做麻叶 山西的冬天呀 特别的冷 虫子呢 它们是难以生存的 麻叶呢 它就会少一些 它们也得过冬不是 后来到了这个天气 暖和的时候呀 它们虫子开始繁衍了 那么燕子呢 也会提前飞回来 在这里筑巢 西西在木塔的塔檐下 吃掉这些虫子 保证木头呢 不会被虫住 木头之间 这些损某结构之间 又有足够的缝隙透风 所以呢 它是不会腐烂的 光有大自然的护佑还不够 你看下面有很多 这样的小孔 每个孔里面呢 对应啊 它都有根柱子 我们在很多的 古检柱的墙上 都能够看到这种孔 它呢 叫做透风 有句古话 说的好 没有不透风的墙 它就是这么来的 其实呢 这些小孔呀 它不但能够通风 还能够保持木材的 一个干燥 它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 塔内如果有老鼠 或者麻叶 它吃不到的虫子呢 就会有人呀 定期在这个烟口里边 用烟去熏 这个烟呢 顺着这个烟道往上熏的时候 老鼠会熏出来 而且呢 往上飘的烟 又会把虫子给它熏出来 真的是太厉害了 应线木塔 与意大利比萨鞋塔 阿菲尔铁塔 被称为世界三大吉塔 比萨鞋塔呢 是砖塔结构 阿菲尔铁塔呢 是铁制材料 怎么能和我们 千年的木塔对比 您说对吗 所以当年明武宗诸侯照 来到此地的时候呢 都不禁挥笔写下了 天下奇观四个字 应线木塔 能在古代设计的如此科学 甚至超过了 现代建筑学的技术水平 所以如今的摩天大楼当中呢 运用的祖尼装置器呢 也用的是这个原理 我们的老祖宗 在千年前就会使用 这么复杂的设计方法 真的实在是太牛了 那么所以说呢 至今呢 他们都没有办法 复制出一模一样的木塔来 观众木子 下个视频 带您走进千年的悬空寺 这里就是华夏第一 正财神赵公明的墓 今天墓子呢 给大家讲一段 他游人到神的民间故事 听我说完 你就明白了 财神是怎么来的 赵公元帅 姓赵明朗 悬朗 自公明 中南山下 周志县 赵代村人 他的父母呢 都是农民 非常的穷呀 长大之后呢 他在临场打工谋生 每日呀 砍伐木材 和搬运木材 在临场工作的时候呢 赵公明为人呀 非常的和善 与他干活一块的人呢 都很喜欢他 而且相处呢 非常融洽 他这个人干活吧 从来不偷懒 而且呢 特别勤快 从来不与人发生冲突 这临场的东家呢 也很喜欢他 这聪明能干这个劲 诚实首席的年轻人呀 谁都喜欢 后来的东家 让他负责 整个临场的一切事务 他认认真真 完成每天的工作 吃和工人一起吃 住呢 和工人一起住 从来不拿 临场负责人这官呀 这个架子呢 去欺负工人 这驿管他就是好几年 他平时是省吃俭用 也从来不乱花钱 后来临场东家呢 要去别的地方呀 去做更大的生意 把临场呢 就低价转给了赵公明 赵公明拿出所有的积蓄 还是不够 后来呢 向亲朋好友呀 又借了好多钱 才够付了买临场的钱 那么赵公明 当了东家之后呢 比以前呀 更加认真 对工人呢 更加的仁慈 不仅给大家提高了工资 伙食呢 比以前也好了 这工人们啊 都真心卖力的 为他干活 几年之后呢 当地所有的木材生意 都纷纷倒闭 全部都转手 让给了他 他生意呀 是越做越大 渐渐的呢 成为了当地的首富 有一年 当地发生了灾荒 他拿出一半的家产 从外地买了 大量的粮食 分给大家 当地呢 都称呼他为赵大善人 有一回呀 他同村的一个伙伴呢 跟他借钱 又开饭店 结果饭店失火了 全部被大火烧尽 他为了不让伙伴担心 还不起钱 主动呢 到他们家去 要了一双筷子 说呀 这就算抵消 他欠的所有债务了 当时把这伙伴 感动得是痛哭流涕呀 说有一年冬天呀 这工人呢 在山里伐木 捕获了一只 全身黑色的小老虎 送给了赵公明 当时赵公明呀 非常喜欢 非常的高兴 把他当储物养了起来 这个小老虎呢 非常有灵性 而且特别听赵公明的话 经常是 走到哪就带到哪里 而且不用拴绳子呢 老虎呀 他也不乱跑 也不会去咬人咬东西 这话说有一天 赵公明呢 在急上办事 他遇到了一个江湖艺人 在表演武术呢 当时是刀枪棍棒 十八般武艺师 样样精通 他就把武师呀 请到家中 向他去学习武术 这没想到 这赵公明在武术方面呢 是非常的有天赋异兵 而且呢 是一学就会 是一点就通啊 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武师呢 已经没有什么 能够去教赵公明了 后来赵公明呀 给了武师好多钱 就把他给送走了 这钱当时可没烧给 这武师后半生啊 不用卖艺都够生活费了 后来赵公明在学习武艺期间呢 又请了个儒师 教他学习文化 每天上午呢 是习文 下午呀 他就习武 那武师走后呢 他还是上午习文 下午习武 家里的生意啊 也是非常的忙 而且呢 他每隔几天呢 都要去查看一下 大家呢 都佩服他的为人 也不敢弄虚作假 就这样 平平淡淡又过了几年 有一天国家突然开始大量征兵 说是要打仗了 赵公明知道以后呀 把一大半家产呢 捐给了国家 自己呢 也放弃了生意 偷军报国 后来赵公明从一个小兵 做到了统兵大元帅 有一次赵公明率领步兵呢 与敌人呢 打仗 中了敌人的设计 后来他拼命的战斗逃了出去 一个人就走到了荒山野岭 仰天长探 这个时候呢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来了一个道人 站在了赵公明的面前呀 对他说 你呢 人间公明利路呀 就是过往云烟 一切它都是浮云 不如跟我去山中修炼 做一个逍遥自在的神仙 当时赵公明一听啊 说这世界上哪来的神仙呀 那都是假的 你是不是想去骗我 给你干活吧 后来道人说你呀 已经忘了我是谁了吧 你前世呢 跟了我一万年 如今咱们才几个月 没有相见 你都不认识我了 那赵公明说 老头你别吹牛 我活了几十年了 什么时候见过你呀 那道人说 天上一天 人间一年 今天你必须跟为师回山 否则万年道行 毁于一旦呢 再想回头 可能就难了 说完呢 拿出一个葫芦 将他收了进去 这道人一个变化 一瞬间就来到了一座仙山 把赵公明呢 从葫芦里面给放了出来 指着一个山洞说 以后呀 你呢 就再次修行吧 这里面呢 有一本黄庭经 你早晚被读 若你每天不念上一百遍 你呢 就没有饭吃 这话说完之后呀 当然就消失不见了 从此 赵公明在此处修行 山中无甲子 瞬间一百年 如今赵公明呢 已经修行大尽 找到了前世回忆 后来赵公明是道行大成呀 回到了家乡 然而呢 已经是物事人非 毕竟几百年已经过去了 当他来到了一座山头呢 竟然看到了一股妖物 在山中若隐若现 他变幻身形 前去查看 原来是一只老虎精 已经修炼了不止几百年了 全身黑毛很光亮 能通人言 不会变人形状 这赵公明也不知道 是不是当年那个黑老虎 后来呀 他就花了一些时间 终于呢 说服了黑老虎 从那之后 赵公明常在人间显化度人 再后来呢 他就功德圆满 一皇大帝啊 封他为财神 享受人间香火 掌管天下人财运 但凡真正有大善大爱的人呢 他都会暗中去保护 让其不会因为没有钱花而烦恼 今天穆子呢 就在华夏第一财神赵公明的故里呢 祝大家裁员广进 身体健康 平安吉祥 观众木子每天给您分享更多的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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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权量摆